嗯,可以切了啦 謝謝大家,我們第一屆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慚愧 第二屆早就應該上位了,因為我們第一屆最不積極 而且呢最搬回 我是覺得說,對吳正志老師,我覺得非常抱歉 因為每一次走天生機講他,我就會想到吳正志老師 老佛也是個臉遠遠的笑笑的,而且他幫我們第一屆同學處理很多問題 我這一次聯絡同學來參加,才發現有一個同學說 他8月底的,8月那時候還找不到工作 結果他寫信給吳老師,結果吳老師馬上透過金碩老師 在善化高中的一個學生,然後呢 把他,因為他們沒缺,他就幫他找一個缺 就進到國中去教書 所以他說他再也不好意思離開 就一直留在那邊教導退休 那我們同學有感情的問題,吳老師也幫他處理 處理得非常好,而且默默的,只叫我們靜靜的關心他就好 而且也幫他找工作 所以我覺得說,對吳正志老師我也非常感謝 那時候石老師在我們台南大街小巷 找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古蹟 然後去踏杯啊,然後去到處去測量啊 所以我們才知道,原來歷史系是玩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都是陰陵伏伏的進來,陰陵伏伏的離開 所以對老師,我們非常感恩 但是因為我們第一屆那個時候 很多資訊也都不進步 也都沒有像現在那樣 等我女兒,那時候結婚 因為親家是台南人 我過去成他西遊會 那個西遊資訊館 我一直想說,拿一些資料 看能不能聯絡同學 結果都拿不到 所以就很多同學到現在 我們也沒辦法聯絡 因為女生很多都結婚啊,又離開啊 然後呢,以前又沒有電話 住室也都改編了 所以有很多家裡的聯絡 收到他的信 一丟沒有聯絡就失聯了 所以我們搬到現在能夠聯絡的 大概三分之一 其他的都不知道死神大海 那有些可以聯絡得不到的 跟他講 因為我們都七十幾歲了 我們虛歲算七十四歲 所以有很多同學可能人生七十才開始 開始生日 有很多叫不出來了 像有一個我一起去 你們應該說 因為你之前每一年都來 但是今年 因為他也是準備放棄治療 因為他覺得很幸福 所以他本來我想說 上帝如果讓你今天要來 他就會讓你今天好一點 舒服一點 結果還是沒有來 所以我心裡也是強了一下 我說那這個情況應該也是很好 那有的是孫子 有很多道次的年紀 阿公阿嬤就是寶貝孫子 所以孫子要照顧 所以能夠叫得來的 就這麼少少幾個 所以我很對不起 我們的賽興圈 因為就是他很積極的跟我聯絡 那我就覺得說 不稍微摳一點的人來 我覺得對他很不好意思 真的很積極 每一次就是一直看我們第一屆 能不能有人出來 所以第一屆今天要來的 夏天出風 他也是老師他從基隆來的 我以前跟他聯絡過 因為我們的宿舍 因為那18宿舍 就是對面那邊 那他們不同請 是說我們就不會非常的積極 那他一通電話 他說OK 我一定會去 所以我就覺得也很感動 所以謝謝我們所有的老師 謝謝所有的同學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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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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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第一屆的 難看難看 好 我們今天是這次畫面很厲害 有些有些 好 好 好 嘿嘿嘿 好 第一屆 好 哦 哈哈 哦 嘿嘿 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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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